两度封王,随项羽灭秦,叛楚归汉,围杀霸王,古今战将之首的汉出三大名将之一,殷部。 殷部,秦末汉出名将,早年犯法,楚秦行,在脸上赐字。 殷部愉快地说道,有人给我看了像,说我当在受刑之后称王,现在大概就是这种秦行了吧。 听到他这么说的人,都细笑他,所以又称他为秦部。 殷部后来被带到丽山当异徒,修筑秦始皇陵墓,殷部专和罪犯的头目英雄豪杰来往,其后带领一些人逃到其他地方,成为盗贼。 陈胜起义时,殷部就去面见了藩县令吴锐,并跟他一起反叛秦朝,聚集了几千人的队伍。 吴锐将女儿嫁给了殷部。 张涵消灭了陈胜,打败了旅臣的军队后,殷部就带兵北上,攻打秦左右校的军队。 在清波打败了他们,然后带兵向东请进。 听说项梁平定了江东快级军,就渡过长江向西进发,带军队归属了项梁。 项梁率师渡过淮河向西进发,攻打景居、秦家等人的战斗中,应不骁勇善战,总是列入重军之手。 项梁到达薛帝,听说陈胜的确死了,就拥立了楚怀王。 项梁号称五姓军,英部为当阳军,项梁在定逃战死。 楚怀王迁都到蓬城,将领们和英部也聚集在蓬城守卫。 后来项羽杀死宋义,楚怀王立项羽为上将军,让英部等诸将都归属项羽。 项羽派英部率先渡过黄河,攻击秦军,英部屡立战功,战有优势。 项羽就率领着全部人马渡过黄河,跟英部协同作战,于是打败了秦军。 秦将张涵投降。 接着,项羽带领着军队向西到达兴安,又派英部等人,领兵趁夜袭击并活埋了张涵部下二十多万人,到达寒谷关不得入。 项羽右派英部等人,先从隐蔽的小道打败了守官的军队,才得以进关,一直到达咸阳,英部常常担任军队的前锋。 公元前206年,项羽封封天下,封英部为九江王,定都于六,统治九江,卢江二郡。 同年,诸侯们都离开项羽的大本营,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国。 项羽拥立楚怀王为异帝,迁都长沙,却暗中命令九江王英部等人,在半路上偷袭他。 这年八月,英部派将领袭击异帝,追至称县,把他杀死。 楚汉战争开始后,公元前205年,齐王田荣背叛楚国,向王前往攻打齐国,向英部征讨军队,英部托辞并重不能前往,只派将领带着几千人应征。 当刘邦在彭城打败楚军时,英部又托辞并重,不能辅佐楚国,项羽因此怨恨英部,屡次派使者前去责备英部,并招他前往,英部越发的恐慌,不敢前往。 项羽此时正为北方的齐国赵国担心,西边又忧患刘邦起兵,之交的只有英部,又推重英部的才能, 打算亲近他,任用他,所以没有派兵攻打英部。 汉三年,刘邦攻打楚国,在彭城展开大规模战争,失利后从梁帝撤退,来到渝县。 派随和出使淮南,让他劝说英部发动军队,背叛楚国,希望英部能把项王牵制几个月,这样刘邦夺取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了, 并许洛分封大量的土地给英部。 而后随和又在英部召见楚国使者时,故意闯入殿中说道, 九江王英部已归附汉王,楚国凭什么让他出兵? 英部显出吃惊的样子,楚国使者站起来就要走。 随和便趁机劝英部说道,大事已成,就可以杀死楚国的使者,不能让他回去。 我们赶快向汉王靠拢,协同作战。 英部说道,就按照你的指教,出兵攻打楚国罢了。 于是杀掉楚国使者,出兵攻打楚国。 项羽派兵打败了英部,英部逃往刘邦那里。 后来英部派人到九江招揽了旧部数千人,加上汉王播发了一些军队,在陈高驻军。 公元前203年,刘邦封英部为淮南王。 公元前202年,英部派人进入九江,攻占数个县城。 公元前201年,英部与刘甲进入九江,策反楚大司马周英判处。 于是英部率九江军到盖夏会和其他汉军打败项羽,项羽不久在乌江自杀身亡。 项羽死后,刘邦称帝,淮南王英部成为异姓诸侯王之一。 英部以六为都城,治下的地区包括了九江、卢江、衡阳、豫章等郡。 汉十一年,公元前196年,旅后诛杀了淮英侯,因此英部泪心恐惧。 这年夏天,汉王又诛杀了梁王彭月,并把他剁成了肉酱,又把肉酱装好分给了各个诸侯。 送到淮南时,英部正在打猎,看到肉酱特别害怕,暗中使人部署,集结军队,守候并侦查邻郡的意外警报。 后,英部怀疑自己的小妾与中大夫奔和,有私情。 奔和惊惧,借口有病,不去硬搬。 英部更加的老路,就要逮捕奔和。 奔和逃入长安,告发英部有造反的迹象,可以在叛乱之前诛杀他。 刘邦看了他的报告,对萧和问道,怎么办? 萧和说,英部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发生。 恐怕是因结有私怨,奔和诬陷他,请求把奔和关押起来,派人暗中前往淮南去验证此事。 英部见奔和畏罪潜逃,尚书言辩,本来已经怀疑他会说出自己暗中部署的情况。 汉王使者的到来,有了相当的验证后,英部杀死了奔和的全家,起兵造反。 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,皇上就释放了奔和。 鲁英侯、夏侯英也与萧和有同样的疑惑,为何英部贵为淮南王而要反汉? 招原楚国逆矣,薛公问这件事。 宣公说道,往年杀死彭越,前年杀死韩信。 这三个人有着同样的功劳,是结为一体的人。 英部自然会怀疑祸患殃疾本身,所以就造反了。 夏侯英把这些话告诉了刘邦,说我的门客,原楚国逆矣薛公,这个人很有韬略,可以问问他的意见。 刘邦就召见了薛公,薛公回答道说, 英部造反不值得奇怪,假使英部使上侧,山东地区就不归汉王所有。 假如英部使用中侧,那谁胜谁负也不好说。 如果英部使用下侧,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。 刘邦又问道,那你口中的上中下三侧又是什么呢? 薛公说道,上侧,向东夺取吴国,向西夺取楚国,吞并齐地,占领鲁国。 传一纸习文,叫燕国、赵国固守本土,山东地区就不再归汉王所有。 中侧则是,向东攻占吴国,向西攻占楚国,吞并韩国,占领魏国,占有熬根的粮食,封锁成高的要道,谁胜谁败就很难遇到。 但是我料定英部会采用下侧,向东夺取吴国,把资重财宝迁到粤国,自身跑到长沙。 这样一来,汉朝就没事,陛下也可安枕无忧。 刘邦又问道,为什么英部会选用下侧呢? 薛公说,英部本是逆山的行徒,自己奋力做到了望称之主。 这些都是为了自身的富贵,而不顾及当今百姓,不为子孙后代考虑。 所以说他定当选用下侧。 刘邦开心地说好,赐封薛公为千户侯,赐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。 英部造反之初,果真如薛公的预料,英部向东攻打晋国,金王刘甲出逃,死在赋宁。 英部劫持了他所有的部队,渡过淮河攻打楚国,楚国调动军队,在徐同之间和英部作战。 楚国兵分三路,想采用相互援救的奇策。 有人劝告楚将说,英部擅长用兵打仗,百姓们一向畏惧他。 况且兵法上说,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和敌人作战,一旦士卒危急,就会逃散。 如今兵分三路,只要他们战败我们其中一路军队,其余的就都跑了,怎么能互相救援呢? 楚将不听忠告,英部果然打败其中一支部队,其他两路军队都四散逃跑。 英部率领的军队向西挺进,在禁献以西的惠罪和刘邦的军队相遇。 英部的军队非常的精锐,刘邦就躲进了庸臣壁垒,坚守不出。 见英部列阵一如项羽的军队,刘邦非常厌恶他。 和英部摇箱望剑,远远地对英部说道,何苦要造反呢? 英部反答道,因为我想当皇帝啊。 刘邦大怒骂他,随即两军大战,英部的军队战败逃走,渡过淮河,几次停下来交战都不顺利。 英部和一百多人逃到长江以南。 英部的妻子是吴瑞的女儿,因此吴瑞之孙长沙哀王无回派人诱骗英部, 谎称要和英部一同逃亡,诱骗他逃到越地。 英部因此相信了他,就随着他到了鄱阳。 鄱阳人在资乡百姓的民宅里,杀死了英部。 刘邦的皇后女志曾评价英部道, 秦部,天下猛将也,善用兵。 晚清四大买伴之一,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、教育家, 郑观音先生评价道, 古之所谓将才者,约儒将,约大将,约才将,约战将, 英部,王八,张辽,刘劳之,曹锦宗,高敖曹,周德威, 托阔贴布尔等战将也。 因此又评价英部为古今战将之首。 御 功能